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于9月30日至10月14日 在万华剥皮疗历史节区举办 南洋特条流动的台湾饮食现场展览 在30日举办的开幕仪式 有许多内外籍的民众前来参与开幕会 领略美食的多元文化 大家好 我是美国 我愿意在这里 因为我学了很多东西 我得到很多东西 食物很美 很美 现场展示许多影 照片文字还有纪念一封书写市场 南洋料理 创意料理等主题的故事 这次南洋特条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是出发于移工到台湾来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其实跟台湾最大的差异就是公司文化 那饮食本来在一日三餐或者是被照顾者的时候 它本身就会产生一些冲突 但是冲突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融合的概念在 所以说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企图透过这样子饮食方面的交流 让移工能够了解在台湾的这边的饮食文化 也让他被照顾者的家人或者是被照顾者 他们能够也体会到印尼人或者是说菲律宾 或者是泰国越南 他们这些移工来到台湾的时候 在人生地骨熟的建议之下如何找回家乡的味道 在此劳动局局长也在会场以观众的身份融入 一切没有 所以台湾刚才我们主持人讲 台湾的经济社会的安利经济的发展 真的都是靠大家的帮忙 靠这些移工帮忙 所以我们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啊 谢谢这些移工的朋友 因为我们家爷爷 只是帮忙他过世的时候就忙 没有在人群开放了 所以我们都非常感谢这些 这个从家乡来到我们这里的治疑 这些外境的朋友 记者黄鱼山林乔生万华区采访报导 从列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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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